好 回來我們要討論到 現在居然台灣還有這樣的族群歧視 這個是今天這個新聞說 海巡署有一位官員 他是在這個講課的時候 公然績笑的原住民 我們先來看就報道 海巡署官員黃鴻輝在台上講課 講的是口莫橫飛 但內容卻嚴重歧視原住民 到底是誰沒事幹閒著發慌 黃鴻輝約於台東是個狗比 人還多的無聊地方 但他自己卻被拍到上班時候玩接龍 在台東有這麼多的這個槍絲 槍絲走私的這個事情發生 然後呢 這個黃鴻輝這個副局長 他竟然坐在辦公室裡面納涼 在打電腦 在玩接龍 在歧視原住民 在罵原住民 在把台東人比喻成跟狗一樣 在上課講的話也不恰當 那那個你剛剛講到那個 有打電動玩機的動作 也確實不應該啦 海巡署坦誠有錯 但要人來現場說清楚給交代 卻沒有官員到場 只來了一位傻也不能說的國會聯絡人 至於引起眾怒的黃鴻輝 該怎麼懲處 海巡署還要研議 中天新聞黃鴻輝 進去SNG小組台北財報報導 好這個海巡署官員呢 剛剛看到這樣其實呢 是他的一個對原住民的一些 這海巡署的一些隊員 是對長官有這樣的談話 是非常的不滿 所以他們是趁著上課的時候呢 把這樣的拍下來 然後呢是傳給大家 所以呢引起了這樣網路界的一陣撻伐 但剛剛看到就是呢 美女立委陳寅呢 他是出來 剛好呢是搭上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這樣的主題呢 然後呢來進行一個這樣批判 我們來請教一下 這樣的一個 欸請說 這個我覺得 民進黨的立委很好笑 上個禮拜 國民黨的羅淑雷委員 他在踢爆那個 航警局的警友會 跟航空公司要那個機票 就招待他們去玩這樣子 結果 羅淑雷開記者會是 航警局局長 在我們警戒是很大 三線三的 出來旁邊啊 然後跟他那邊互罵互嗆 結果你陳寅看一個記者會 來了一個國會聯絡人 你在幹什麼 然後跟暗總局的局長 做電話連線 你以為是call in節目 還電話連線 笑死人了 那海巡署這個機關 我跟大家講 海巡署這個機關 是個臨時拼裝的單位 就為了國民黨 為了2000年的中東大學 把什麼團管區啦 什麼保齊總隊啦 海關啊什麼 通通揉在一起 叫做海巡署 那海巡署成立之後 我說實在話 弊端連連啦 換了好幾個署長 沒有辦法改變 為什麼 因為他是個拼裝生 你今天看到 Toucher這個機關 他是軍職的 那他們裡面很多軍人 就團管區那邊轉來軍人 他們沒辦法任用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有一批軍人 他們在這 辦了很多次考試 為什麼辦很多次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人考一次考不過 要考兩次 考考考考三次 他辦了很多次 讓你去轉文職啦 因為你要權勢你知道嗎 所以他問題很多 那不是說軍人說 我現在掛上下 我立刻變成幾職等 不能這樣子 他有一個考試的過程 裡面問題是一大堆 那當然我們檢討海巡署 大概機會不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行政院組織法 調整過之後呢 那變什麼 什麼海洋委員會啦 海洋部什麼的 我覺得 這種經濟是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拼裝車 你只是把拼裝車的號碼 那個車牌號碼換掉 換名字而已 那是沒有 但是軍職講這樣的話 當然是不應該 可是這種事情 這種什麼導造的事情 其實在海巡署裡面 太多了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 他們裡面就是各個 山頭不一樣 他會看人 譬如說我們五個人 坐在辦公室 我以前跑海巡署問清楚 一看說 這個黃光琴 這財政部的 海關嘛財政部的 省委員 這個保氣總隊來的 他們是這樣認人的你知道嗎 那中午要吃飯之後 就我跟光琴去 因為我們都財政部的 你吃飯了 保氣總隊就保氣總隊 分得很清楚的 到現在都還是如此 所以這單位有沒有用 沒有用 好這個 我們剛看到這樣的一個 海巡官員 到底這樣的狀況 我們來看 這是最新的一個連線 而現在剛剛 他是出面來講這個事情 不過這個是在廣告之後 我們再跟您連線 因為現在訊號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